预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 在华盛顿会务美国总统奥巴马时 将会讨论到地区安全与经济问题 白工官员说 奥巴马与安倍晋三的首次会务将会在椭圆营办公室举行 预计主要议题将会是日本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以及朝鲜最近进行的核试验 随后工作午餐的讨论重点将会是世界第一大 与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问题 预计上方将会讨论到 日本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协定的问题 这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贸易组织